。 ok上课啊现在这边这个小节呢 我会给他拆成两个影片 主要是在讲在人体里面 气体将做交换 跟怎样被运输 气体将做交换不是通风 不是ventilation 那个part 是那个O2怎样进到我们的血液 然后呢又怎样从血液去到细胞 那么CO2 O2怎样进到我们的细胞 然后又从 哎 sorry不是 它本来在细胞产生哦 CO2呢怎样进到我们的血液 然后呢又从我们的血液呢 怎样去到空气 然后排除体外 然后啊这个啊进到血液呢 O2跟CO2呢进到血液呢 要运输对不对 那么啊transporting of dissolved gas 这个part的 ok那么啊 分成两个视频对不对 上半场呢应该是在讲说 这个交换啊空气跟血液交换气体的事情 然后下半场呢应该是在讲 溶解溶的气体运输的事情 ok先讲一下我们的啊 气体 在我们的alveolar surface 肺泡的表面做 呃交换 那么啊气体 gaseous gaseous move through respiratory surface by diffusion 就是纯粹用diffusion哦 啊那个 呃空气体啊 O2或者 我秘O2 我秘O2 我秘O2呢 先要 去到啊去到我们的alveolar surface ok然后呢再去到我们的血液 那么啊这个O2或者CO2呢 去到我们的alveolar surface 这件事情呢是靠diffusion ok那么什么东西决定它diffuse的方向呢 ok什么东西决定它diffuse的方向呢 啊 gases diffuse down their partial pressure gradient ok这边这个字啊 partial pressure gradient 那么之前呢我们有学到一个叫concentration gradient的浓度斗度 啊就是啊我的液体有高浓度的跟低浓度的 ok然后我有一个semipermium membrane 然后我diffuse从高浓度 diffuse到低浓度 那么介于高浓度跟低浓度之间呢 会有这个concentration gradient浓度斗度 那一个东西花了很多时间教 那一个东西是用在液体的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到液体的时候呢 突然间画风一转 哎我们就不用concentration gradient了 我们用partial pressure gradient 啊中文叫分压斗度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老实讲我真的不知道 ok老实讲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猜想 我的猜想是concentration呢 啊volume是个东西 ok在concentration的世界里面啊 volume是个东西 那么啊在气体的 在液体的时候 在液体的世界里面 用concentration volume是个东西 可是在气体呢 volume呢 又变到非常不适用 因为啊空气的volume可以很大 就好像啊如果我们要讲我们的地球 哎我们的地球的气体的concentration 忽然间讲不通了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本事去计算地球表面气体的空间 ok啊你你从地面一直到你懂啊大气层多少个kilometer 然后你要算那个concentration 有点难咯有点难咯有点难咯 所以啊这是我猜想的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啊对我来讲是一个麻烦 你用同样一个东西就好了嘛 这么要换 ok咯既然啊我看到的所有的文献啊 包括大学的文献 董总的文献 partial pressure ok 这边我要讲一下咯 分压 分压这个东西哦 跟啊volume没有关系 有点关系啊 ok啊我们以这个来这个例子来看啊 啊 acmob spatic pressure 我们的大气压呢 有三个单位表示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一个atm表示 我们可以用760mm水银柱表示 我们可以用101.325kpa表示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大气压 那么这个这一个大气压底下呢 啊是由各种不一样的气体组成的 对吧 有啊 most prominent有O2 有N2 然后其他少数的有CO2 然后还有一些啊 多多性气体 inert gas 那还有其他七八糟的气体 ok 那么啊 我们以氧气为例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诶氧气呢 占我们地球的所有的气体呢 20% 诶这个呢啊 也不是从volume算出来 这个呢是 他们就收空气的那个sample咯 然后就 啊燃烧蜡烛咯 然后燃烧到蜡烛熄灭了 就等于氧气用完了 然后就看那个水呢 放在一个水槽里面 然后燃烧蜡烛 然后蜡烛灭了 这个水会上升吗 那么上升的那个空间 刚好是20%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猜氧气占20% 那么ok 氧气占大气的20%啊 那么氧气的partial pressure 怎样算呢 就一个atm乘上20% 或者760mm水银柱乘上20% 或者101.365kpa乘上20% 那么答案就是0.2 atm 或者152mmhg 或者 啊 20.265kpa 这一个哦 就是 啊 Oxygen在atmosphere的 partial pressure ok 的写法是 大写P小写O 再小写O 2 ok po2 氧气的partial pressure 氧气的分压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啊 如果呢 我across membrane 我across membrane across membrane啊 ok 这一边呢 的氧气的分压呢 是0.2 atm ok 然后另外一边呢 氧气的分压呢 是0.1 atm 那么它们之间就有一个 partial pressure gradient ok 氧气的po2 氧气的partial pressure gradient 那么氧气就会从0.2的地方 diffuse到0.1的地方 ok 这个是这样子看啊 用partial pressure看啊 所以啊 我只可以这样跟你们讲 partial pressure 跟concentration呢 是一样的概念 只不过partial pressure 用在气体 然后concentration呢 是用在液体的 ok 那么啊 你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了 啊 气体哦 在肺泡 跟 微血管的交换 ok我们的那个肺动脉呢 就带一大堆很少氧气的血液进来嘛 啊 这个是肺动脉 ok 带一大堆很少氧气的血液进来 那么通常哦 在颜色啊 图片上面表示啊 少氧气的啊 是蓝色的 那个红血球是蓝色的 啊 其实是啊 真的是这样子的 ok 少氧气的血液呢 那个血管看起来偏蓝 然后比较多的氧气呢 那个血管看起来偏蓝 ok 那么比较多氧气的呢 就是pulmonary vein 啊肺静脉 因为在这边做了气体交换了嘛 然后出去的话去到肺静脉吗 肺静脉的血液是高氧的 所以这边低氧 然后出去的话是高氧 高O2 ok 那么啊 在这个肺炮啊 我们的肺炮啊 它有的氧气的浓度呢 是跟我们的大气的那个 一个atm的那个浓度呢 是一样 也就讲它的partial pressure呢 O2的也好 CO2的也好 它的partial pressure呢 就是一个atm乘上20% 或者是一个atm乘上0.04% ok 这个是在我们的肺炮里面 的oxygen 跟carbon dioxide的partial pressure ok 然后我们的这个啊 微血管啊 ok 血管里面的话呢 它的partial pressure就 就有点不一样了 我们的O2的partial pressure 在血管的话呢 是很低的 ok 因为用掉了嘛 在这个pulmonary artery ok O2的partial pressure 是很低的 那么在pulmonary artery呢 CO2的partial pressure 是很高的 因为做了呼吸作用 产生很多CO2 ok 那么啊 如果你比较 alveolus的carbon dioxide partial pressure 跟capulary的carbon dioxide partial pressure 的话 你就会发现 alveolus carbon dioxide partial pressure 低过capulary carbon dioxide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CO2 diffuses from capulary to aviolus ok 大 大的分压 diffuse去小的分压 大的partial pressure diffuse去小的partial pressure ok 那么啊 啊一样的氧气的话呢 啊 aviolus的氧气的partial pressure 高过capulary氧气的partial pressure 所以 啊 啊 o2 diffuses from aviolus to capulary 哎 这个 这样子的讲法啊 这个理解不难 对不对 你只要知道 谁的partial pressure 多 谁的partial pressure 少 啊 然后你就知道 他的那个diffuse的方向了 这个理解不难 难是难在 你 呃 在考试的时候 会被要求用 这样子的形式来表达 ok 在考试的时候 你不要跟我讲concentration 不会 不会承认concentration的 在考试的时候呢 气体的移动 气体的diffusion呢 是用partial pressure 是用partial pressure ok 那么 啊 alveolus的pCO2 为什么会大 因为跟大气的一样 是一个atm乘上0.04% 哎 什么为什么会小 sorry alveolus的 co2 partial pressure 为什么会小 因为跟大气的一样 0.04% 乘上一个atm 那么啊 capillary的pCO2 partial capillary的co2 partial pressure 为什么会大 因为我们做了呼吸作用 产生很多co2 然后都跑到血液里面去了 ok 啊 alveolus的po2 为什么会大 因为跟 一个atm的那个大气的是 一个atm乘上20% 那么capillary的 o2 partial pressure 为什么会小 因为 其他的身体的各个部分 把这些o2拿掉了吧 所以o2的partial pressure 就很低哦 ok 记得啊 气体为什么会移动 为什么会diffuse 因为partial pressure partial pressure ok 你只可以用partial pressure 来讲吧 ok 那么啊 那这个呢 是gaseous exchange across alveoli 跟capillaries 肺泡跟 微血管 那么下面这边呢 是gaseous exchange across somatic cell 跟capillary somatic cell就是体细胞 我们身体的细胞 那么啊 体细胞哦 体细胞啊 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啊 他需要o2来做aerobic respiration 所以他有o2的话一定收 收了的话 他也会用掉 我们没有储存氧气的机制 然后 他因为进行aerobic respiration 所以 啊 他会产生co2 那么这个co2就要丢出去咯 排除体外了 你不可以收太多co2 你太多co2 收了co2融在血液里面 或者融在水里面 就会变成酸的 碳酸 然后就导致细胞变酸 你不要这件事情发生 ok 所以在 啊 somatic cell 跟capillary 之间 你看我还是用pco2 跟po2来讲啊 somatic cell的co2 partial pressure呢 比较高 高过capillary的partial pressure 所以co2 diffuses from somatic cell to capillary 那么somatic cell的 O2 partial pressure呢 低过 capillary的 o2 partial pressure 所以o2 diffuses from capillary to somatic cell ok我这边 很形式化 我知道 ok这些字很形式化 ok可是 可是呢 啊 真的考试的时候哦 当问你啊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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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2 somatic cell的O2呢 会diffuse from somatic cell to capillary i sorry 为什么capillary的O2 会diffuse from capillary to somatic cell 你要回答 不是concentration 你要回答 partial pressure 它们之间的partial pressure 的差别 你要回答说 因为capillary的O2 partial pressure 高过 somatic cell的O2 partial pressure 所以它diffuse 所以啊 O2从capillary diffuse到 somatic cell 你要这样子回答 这个是 啊 我知道有点难度 忽然间要你这边转换 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个part 也所以记得 partial pressure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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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sure partial pressure partial partial pressure 那边有partial pressure 全部都在 你看我这边一直在重复partial pressure 不是用浓度啦 是用partial pressure来讲 ok 那么这个小节呢 就讲到这边 为什么 啊 O2跟CO2 会diffuse across我们的membrane 因为partial pressure